阿拉斯加犬作为雪橇三傻中的大傻 光养一只就足够让人焦头烂额 然而这家主人却一口气养了六只 额外还有五只大狗 加起来一共十一只狗子 让主人几乎每天的生活都要围着狗绕 平时连打开门都要小心 一个不注意就会被狗狗浪潮淹没 其实一开始主人只养了五条大狗 由于家里院子很大 房间却很小 室内根本没办法装下这些大家伙 因此狗狗们都是住在外面 为了保障他们的撕狗空间 男主人还给他们每只狗安排了独立狗屋 可有天公狗阿强不知怎么挣脱了链条 在整个院子里撒鸭子狂奔 尽情享受自由的味道 中途他意外来到了狗狗阿珍面前 两只狗再一个没有心心的夜晚一见钟情 等主人发现不对时已经晚了 最终阿珍顺利生下了六只小狗 就这样凭借两狗合作 将这个家变成了拥有十一只狗的大家庭 家里的大狗个个都是身强体壮 有着充足的体力和耐力 平时所需要的运动量更是离谱 因此为了保证狗狗的能量消耗 主人每天都要带他们出去散步 只见铁门刚一打开 狗子就直接一个氮气加速 带着人百米冲刺出去 为了能把狗控制好 两位主人都是一起出门遛狗 每次等到大狗们都运动完 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 没人能照看留在家里的小狗们 因此主人为了防止他们捣乱 便提前将奶狗全都关进小屋 这才放心离开了家 哪知道前脚人刚走 后脚这帮小狗就给板房下面的土地挖出了个洞 一个个从里面探出狗脑袋 前脚点地后脚灯 没怎么费力就钻出来成功跃育 不知道是不是早有预谋 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 一路向主人房间跑去 打头的那只用身子挤开推拉门以后 后面的小狗就争先恐后地钻进去 紧接着直奔屋子里的狗粮碗 而屋子里住着的马尔基斯 是女主人养了十多年的老狗 小家伙原本趴在床上睡得正香 结果家里突然冲进来六只乌七妈黑的狗崽子 把主人留给他的狗粮吃干抹尽 这可把马尔基斯吓得够呛 站在床上左看右看一脸慌张 毕竟他们这副恶鬼投胎的干犯法 小狗都害怕下一个被吃的就是自己 你不要过来啊 等到主人遛狗回来 迎接他们的就是屋子里满地狼藉 差点没两眼一番晕过去 不过生气归生气 当看到小家伙们满脸无辜的表情 主人还是没了脾气 只能一边哄着被吓到哆嗦的马尔基斯 一边把这群小土匪驱逐出去 有过养大五只阿拉斯加的经验 他心里也明白 两个月的奶狗大多都是这样 长得越可爱的时期 调皮起来就越可恨 而且这个时期的小狗 即便是训练也很难起到效果 只能尽量把它们看得更严一些 等把房间整理好后 主人发现他们进来一趟 家里遭殃的全是吃的东西 便想着狗狗们可能是饿了 于是决定放饭喂狗 兴许小家伙们吃饱了 就会安分一些 可怎么喂食又是一个大难题 为了避免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况 女主人专门开设了会员制狗狗餐厅 先提前在厨房分好狗粮 送到两个油箱子隔成的单间前 直接把狗粮倒进单间的饭盆里 不给他们任何争抢食物的机会 文言狗狗们围坐在餐厅前 小尾巴不停摇来摇去 眼神一直紧紧跟随着主人的动作 却不敢叫出声催促 生怕自己被当成不乖的狗宝宝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两位主人便将小狗抱进箱子里 当狗狗独立用餐完毕 再手动换成下一只静香吃饭 不过也有心眼多的小家伙 仗着自己和兄弟姐妹们长得差不多 每次即便吃完饭 还是坐在地上不离开 一直抬头向上看 做出一副望眼欲穿的模样 假装自己还没吃上饭 准备再骗一顿 这点小心思可逃不过主人的法眼 男主人起身敲着饭盆 宣告今天食堂关门了 随后把小狗客人们全都请了出去 哪知道被赶出来的狗仔们一转头 立马奔向了自家爹妈叔叔阿姨们的饭碗 把头扎进去开始自助用餐 任凭主人怎么阻拦都拉不住 这样调皮的六个小家伙 让两位主人感到筋疲力尽 不仅每天上午要遛五只大狗 下午还要追在小狗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 再这样下去就是铁人也要被累倒 于是决定趁他们还小 赶紧把他们拐卖出去 便在第二天约了宠物医生上门 来给狗狗们检查身体 确认了小狗们的身体都很健康以后 为他们接种了疫苗 随后女主人带小家伙们去了海边 带上领结 变好小花 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并找到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 让狗狗们连排坐好 拍下了写真照 主人相信只要有这些完美的照片 奶狗们一定能很快找到新的收养家庭 前去折磨新主人 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更多欢乐时刻 看着小奶狗的时候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了治愈 一个个源头源脑源肚皮 跑起来毛发蓬蓬地飞舞在空中 比起小狗更像是小狗熊 安静下来的时候更是一脸憨厚 这样的小狗哪怕是做错了事 大概主人也不忍心教训 因为狗狗实在太可爱了 所以后续又关注了一下领养进度 只能说主人们的算盘最终落空了 六个小家伙只有一只被领养了 其余五只如今还留在家里 不过小家伙们都在茁壮成长 不仅住着有空调的狗窝 还学会了一狗一碗不抢食 看来主人确实有在很用心地照顾狗狗们 不过看他们一个个卑微的飙肥体壮 多半出去散步的时候也会很难控制 恐怕两位主人以后的遛狗时间 真的要变成遛遛一整天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